五安你好 欢迎收看一眼新邦 今天是礼拜五台北股市的中场是 收跌16点 收在20736点 成交量是4784亿元 量有稍微放大一些 那今天盘是如何分析呢 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品风大中华投雇的蔡丰盛分析师 丰盛老师好 明娟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欢迎郭待一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盘面上怎么做观察呢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明君各位 你看到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不管你做多做空 你应该都是维持很高兴的一个境界 为什么 因为做多个股能够飙涨停 做空今天还是跌16点 对不对 虽然你没办法解释 礼拜二涨了快400点 对不对 但是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大盘都还是跌嘛 所以你应该高兴一点 各取所需 但是实情真的是这样吗 实情当然不是 这一波的台湾股市是一涨难跌 各位 所以纵使你真的要挑 足以安慰的一个理由 其实你也浪费了这个环境跟条件 各位好不好 所以说你要心态偏空的 包括对于大盘看不爽的 包括昨天去放空滑城的 请你赶快改选意志吧 好不好 做多做好的题材的个股 真的会赚不完啊 加加油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懂什么赚什么天公地道 股市的一个变化 消息那么多啊 你不可能全部都懂 所以蔡老师的一个节目 都有一个中心原则 我讲过什么事情 拿出来验证给你看 各位对不对 这才是你能够认同蔡老师的地方 周一效应 周一效应讲的恩变 但是上礼拜三 台湾股市遇到了大地震 我也跟你打气加油 我说这没有问题 法人绝对不会因为地震说 叫全世界的投资者 赶快让台湾大地冬 赶快买股票 没有这个选项 也没有这个道理 更没有这种文章 各位是不是 但是上礼拜三 你还是很惊慌 因为我们在开盘前 7点58分 遇到这个大地震 希望大家都平安 那大地震之后 各位是不是越震越高 当然越震越高 这礼拜一 4月8号 最高涨150点 然后收盘涨80点 周一效应 确定了 叫做一锤定音 就是这样决定 不管你信不信 我讲了20几年了 你也尊重蔡老师的专业 在这个节目上 也讲了将近6年 请你尊重一下 蔡老师就是专业的代表 赏户的守护者 就是这么来的 礼拜二 403点 收盘涨378点 这样就OK了 因为撼动不了 礼拜三盘中再创新高 尾盘跌32点 我说过 你上影线 如果按照目前的一个价位 大概200点的上影线 你再来烦恼 开高走低也有可能 各位对不对 或者是说开平走高之后 再灌下来 200点以上的上影线 你再来烦恼就好 昨天大盘杀下去 也跌不下去 跌111点 然后马上变成收链跌10点 今天 我们的一个股市 各位 礼拜五 对不对 开低 然后震荡走高 然后尾盘跌16点 瑕福震荡不到100点 那比较可惜的是 它收盘如果能够占上 20796以上 它就是收盘价 创历史新高 没有 但是跌16点 也没有所谓的一个反转的讯息 是不是 对嘛 所以就不用烦恼 除非这个6日 是不是真的 伊朗去打以色列 那就国际事件 那就不是你我的事 那纵使如此 假设真的今天晚上 或者明天后天 6日的时候 国际上的大阵仗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放心 台湾股市的盘 很早就不是靠外资 是靠我们业内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军 所以你看得懂 所以不用去烦恼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我是快笑掉大 为什么 因为这跟重电有关系 这是今天的经济日报讲 重电四雄业绩提材乐 这种东西就是没营养的标题 没营养就算了 各位 我看到错误 你看看 它下面写1514的亚历 1月份每股赚0.2亿元 你这边一定要再看一下 很少看到这么专业的财经报纸 这个标竟然下错 你说老师哪里下错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2月 这是严重错误 这不是1月 你觉得严不严重 你说老师 空口说白话 你敢说2月 不好意思 证据在这里 这个台湾证券交易所 公开资讯观测站 这昨天1514的亚历讲的 智杰印证交所的一个什么 的要求公告2月份 赚0.21 结果今天经济的报纸 给你打0.21 是1月份 这是不对 然后呢 各位虽然不对 再拉涨停 这挺好的 各位因为蔡老师跟你讲 亚历的时候注意 我已经说过 32块 你看到今天的一个亚历 160 170 已经涨了5倍了 你内心有什么感觉 来各位你再来看看 1519的华城 我讲的时候 去年10月25号才260 已经短线上涨了快3倍了 各位你看 我说还好重电拉上来 大家不用再用爱发电了 太棒了 好不好 对不对 台电的一个强韧固网计划 有没有 是吧 那要不要追 赏户不会那么笨 蔡老师更不会那么存 因为现阶段追进去 都有可能被人家趁机到 或人家准备要存 所以我就在讲说 提材的那个东西 不是真题材 台电强韧固网从2025年 要吃到2026年 那是他们的借的 所以我现在就很好奇 这一票的大户 这一票的业内 你的股票怎么卖 我们等着看 好不好 会不会是哪个ETF去买 不可能犯这种天大的错误吧 我们等着看 因为后面还好几档 ETF要募集 你看一下台积电 今天创历史新高的台积电 这关键还不是礼拜三 我跟你讲说 他营收公布非常棒 你说老师 没开出来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本身对产业很敏感的 我们就知道这对台积电是加分 这一般人也是不懂 那我跟各位讲说 地震的时候他马上讲说 地震没什么影响 一样维持今年年增20% 这就对了 我们看都是看没感 我们不是去凑热闹的 我们都是看门道的 昨天的台积电 一样收在820嘛 4月18号法说会 今天台积电最高已经不是824的是826 那你从826急跌到817 虽然急跌了9块 对他来说也是没什么幅度 也不是算出货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也创新高826 下礼拜四法说会 那下礼拜四法说会的重头大计 就是资本支出要调到多少 全部设备股 设备股一直涨不停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设备股股本太小了 各位股本太小了 而且领头羊效应不停的一个出现 今天我刚刚讲说3131的一个红硕 重登上千元 但是7734的一个硬能新贵的 1800多块快到2000块 所以我们市场上很多的操盘者 都一直在讨论 会不会今年台湾股市 IP股就来 因为现阶段四星KY 不晓得怎么解释 四星KY三月份营收 真的是续创历史新高 但是他没法改成说 有没有人要抢他的单 所以以前投信买一大堆四星KY 因为现在不是你去影响报纸 叫报纸记者总编去给你 总编辑去给你登一个报导 四星KY过去扣 大家都很聰明 所以今天的四星KY还在破底 但是设备股很多党个股标涨停创新高 各位有没有可能 而且都跟台积电有关系 是吧 所以我一次跟各位说过 其实用产业面为主 搭配题材为辅 这种行情你就赚到报 那你再来看看我 礼拜一就跟你讲 广达你要留意 为什么 他礼拜五要除息九块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对的 今天的广达从涨平盘到涨五块变成跌下来 跌了一块五块 又是贴息 又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事先我就知道 因为以往ETF这些概念股都不好 神机三位礼拜除息五块一路贴息 神达三位礼拜除息一点三一路贴息 要看有 有三八八中雷 营收也很好 但是因为三月二九除息五块也是贴息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可能跟高息ETF的一个什么 取跟抛有关系 因为他们要配息 那配完息之后就等于一只母鸡 生完鸡蛋之后 它又不需要刺了 它又把它放双肌 会断的自生自灭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非常现实的操盘 也是被动的操盘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电子股才会显得很多涨的个股 更弥足珍贵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 3260的一个什么 威刚 对不对 礼拜二是不是提前给你讲 我说这个营收上来了 而且又是补涨 又整理了很久 对不对 是吧 礼拜三马上拉涨停 是吧 那昨天的一个威刚 做整理又怎样 今天的威刚果不其然 如同我预料的 再创进期新高 是不是 威刚 有没有 那你再来看看 南亚科 南亚科也一样 因为它是4月10号礼拜三 要法说会 那法说会讲得好不好 各位我认为60分而已 没有我们要的80分100分 因为它只说亏损减少 并没有想象中的可以有亏转盈 是吧 因为它4月10号就报 4月10号礼拜三的一个法说会 他说第二季 他也不敢讲传亏为瘾 所以这个公司派这个总经理 保守 还好 有法人的买盘相挺 所以说4月11号开梯走高 今天的南亚科一样再走 近期波段新高72块3 所以其实它已经站上季线68块以上了 其实也有形态上的一个优点 那今天的报纸也持续讲群联跟南亚科外资棚 其实我们本土法人也有调高它的目标价 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讯号 那至于说台积链相关供应链汉科 昨天拉涨停106 各位对不对 整理过后拉涨停 今天再标第二跟涨停116.5 是不是 蔡老师跟你讲的时候77 已经80%了 汉科3402 各位对不对 这是今年1月30号讲的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各位对不对 这铁一般的事实 雷科 从4月1号开始启动 一路飙 对不对 4月2号飙涨停 4月3号盘中又拉涨停 4月9号的时候飙到622 6天里面涨了54%市场最强就雷科 然后我说这些设备股为什么要敲定雷科 因为那时候才40块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雷科的好 涨上去大家才在马后泡 只有蔡老师产业选股的人 默默的付出来让你验证 各位对不对 今天的雷科在分盘交易之下 又差一毛拉涨停 645涨停646再创新高 从我讲的40.35到今天已经60%了 证据都在这里 雷科切入COAS 有没有 是不是 而且他的德国厂的一个设备 这很聪明的 40块的高费现在60块 不仅营收上来 连这个股东也都受益 所以这种公司派的经营者很聪明 不要一天到晚只想要 这个去操弄股权 去做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股东的一个享受 没意义 要帮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 才是真正的老板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6207的一个雷科 跌三毛40.353月28号 蔡老师跟你讲 涨六成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再来看看 各位 苹果 汉地拔冲 落不了他吗 今天早上涨了4.33 这比回答还关键 代表苹果可能要干嘛 要落后补涨上来 因为美国股市这样高档 美国政府不可以努力 拜登要选去 所以后面要不要降息 说实在那个阴谋论 我们也不用去探讨 瓦尔街还是美国政府的阴谋 因为大家心知肚明 了解太多阴谋 对大家的成长不是好事 好不好 蔡老师会带领你趋吉避凶就对了 要滑整理许久 今天拉涨停了 有没有把握 绝对要把握的嘛 马上波段新高 有没有 而且你看三月份营收上来了 一二三月 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去年第四季还赔0.51 可能季报之前 又要有一个转亏为盈的题材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过 用产业选股搭配题材为辅 你可以无往不利 但是高低点 才是真正专业中的专业 所以金管会主委讲的注意风险 审慎选股 我的节目你随便看 不是好股票 不会出现在蔡老师的节目上 我的节目在这边 57台股动前潮 已经运作了快满六年 全市场带领各位 两次的一个股市大多头 我们都每一个价位 吃足必较 都完全的帮你掌握住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需要大家的支持 蔡老师也需要大家 热情的支持 我才会更专严 更棒的一个个股 让你发财 所以产业选股搭配题材为辅 我们持续低买高卖 好不好 母亲节即将来到 蔡老师也不可免俗的 每一年 母亲节前都要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我释出最大的诚意 拉你一把 希望你好好把握了 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君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国安回来 请蔡老师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明君 来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出益风险审慎选股之外 其实最完善的做法是 产业选股提财为虎 低买高卖 我跟各位讲的一个回答 没有人能够动摇的 各位 如蔡老师所说的 各位 反弹之外 今天持续早上 持续大反弹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AI的个股 不是不涨 而是轮流涨 齐鸿这昨天 这是今天拉到624 秦晨昨天 今天也拉到了一个284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我们三月份 这一些老AI股的成绩单 非常漂亮 那你说现阶段怪 这一个重电 把这一些所谓的什么 资金吸走 其实也不对 因为很多好的一个电子股 还是会力争上游 所以说千万不要这样子 以偏概全 好吧 台股多空基本上是无常事的 产业选股才可以带领你 幸福建真章 国产今天拉到43块 各位国产 蔡老师37块跟你讲了 各位 3月25号 这不是都铁证吗 你看看黄昌 整理过后今天又拉涨停 黄昌其实是营建股 这一波最早涨的 今年1月15号 蔡老师跟你说的 28块8 结果拉到了52块9 那比黄昌更早的 我跟各位讲的是什么股票 你知道吗 涨了六成了 叫做永信件 今天152.5 来注意看 我跟你讲的是去年12月5号 永信件 94.7元 跌0.5元 蔡老师的节目跟其他的节目 有一种很明显的一个什么 一个不一样 就是啊 产业选股都是讲在前面 而不是今天初量 或者涨停板之后 才在那边自吹制的 有没有 这才是高手 这才是专业 这才是你的守护者 所以3030的得率 今天盘中涨停 再创历史新高101 我讲的时候66.8 是不是 我更不用说 这比你买那一大堆ETF 听说还有新的啊 投信要出来认啊 真别认啊 这种行情ETF谁还会去中奖啊 买台积电都比ETF赚得多 难道不是吗 巨大 229.5 209 是不是 还有什么 难保 291 难保 364 甚至于说加币期 各位更不用讲了 加币期现在还创新高 蔡老师跟你讲的时候多少 95块 是不是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跟着专业走 你的财富才会天天有 蔡老师的电视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啊 呈现在给各位面前 补足你不足的地方 你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欢迎你加入 有问题都可以问 好不好 蔡老师会在这边帮助你 所以各位 为什么要过母亲节 因为其实神照顾不了所有的人 所以神啊 创造了母亲来照顾你 各位懂不懂 所以我们一定要啊 这个啊神圣的日子 大家要感恩啊 母亲节 蔡老师啊 会给大家最大的温暖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我伸出双手来拉你一把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税所推荐分析师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了 我们再会